提起垃圾,很多香港人都會覺得很麻煩 但對於內地城市來說,垃圾只不過是放錯地方的資源 它們可以分分鐘便費為補 香港大公報記者近日來到佛山綠林發電廠 一進來就看到這個140米高的煙通 和充滿現代氣息的大廳 佛山的垃圾每天由垃圾車回收之後 就會來到這個卸料平台 這個室內平台有好幾個足球場大小 垃圾倒入石化平台之後 就由工作人員遠程操作 不用親身接觸這些臭氣和垃圾 垃圾產生的沼氣會全部回收到燃燒爐裏 而這些管道就可以把燃燒員的氣體分類處理 垃圾燃燒的過程中,產生高溫高壓的蒸氣 可以推動氣輪機實現發電 而垃圾燃燒之後的氣體 亦都會通過這個大煙通排放出去 他們的標準是比歐盟都要嚴格的 整個參觀過程中 記者都沒有聞到一絲二味 這個發電廠每年可以發電4.2億度 滿足周邊50萬居民的需要 垃圾燒對於垃圾堆填的一個好處就是 不再用我原來的地 我們原有的土地可以得到釋放 其次的話垃圾填埋和垃圾燒 垃圾填埋在那邊還是在那邊 它不會減少也不會消失 我們拉近焚燒三碼之後呢 第一個無害化 減量化 資源化 這些東西還可以去進行一個 資源化的一個利用 也就是說原來我是個廢物 現在它就是一個很好的資源 既能產生一個社會環境效益 也能產生一個經濟效益 不知內地變廢為寶的 垃圾處理故事會不會給香港啟示呢? 有精神的未來 食禮系系不守 提侽